韩国国民妹妹文根英挑战成熟角色 出演新片《灰姑娘姐姐》 展现了精彩演技 被粉丝们称为是一次成功的转型 在片中饰演的角色 仿佛童话中的灰姑娘姐姐一样 讲述了失去一切的女孩 重新找回自己生活的故事 所以从此以后 他们在一起快乐地生活 童话故事在这句结束语之后 并没有画上句号 一般人可能不会记得 把灰姑娘搞得灰头土脸 并砍掉她姐姐的脚趾 就此可以穿上水晶鞋的寂寞 然而在新韩国电视系列剧 《灰姑娘的姐姐》中 故事围绕着这些被遗忘的人物展开 在《灰姑娘的姐姐》一剧中 文根英扮演女主人公 《灰姑娘的姐姐》Andrew 从一开始便一无所有 试图从灰姑娘笑善手中 夺回失去的一切 但是却争不回母亲的爱 命运之轮将这对姐妹 千丝万缕地连在一起 文根英在这部《灰姑娘的姐姐》剧中 丢掉了招牌的可爱微笑 摇身一变成为强势 并且野心勃勃的角色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中 灰姑娘改变了她的性格 勇敢无畏地向她邪恶的姐姐 讨回多年欠下的伤痛 她既无抱负 又冷漠无情 她的笑容总是充满嘲讽 文根英扮演的女孩 已经对生活漠然 她的母亲是一位独自 抚养女儿18年的单身妈妈 最后终于找到了归宿 并把文根英也带到了 继父的家中一起生活 体面的豪宅和体面的家庭 然而文根英却觉得 这一切和自己合格不入 最让她不能忍受的是那个姐姐 是继父的掌上能处 家中所有人眼中的宝贝 姐姐同时也夺走了母亲的爱 就像她的光芒和完美无缺 吸引所有人 文根英无法接受这现实 她失去了她唯一拥有的最后的恋爱 这也使她不顾一切地 要跟姐姐对峙 继母不应该爱灰姑娘 你打破了规矩 我将夺走你有的和将拥有的一切 但是我应该掀盖什么呢 我像中的人友打破了红角度 我自生気和拥有的红角度 你创丝背后 他是不趣的 不是我我 不认识我 不认识我 不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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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怕他 你还在搞什么 你再生日再生日 我得一瓦 我得以你 我不能活到egoom 你的人 你能把你给溜了 你的人 我能把你爱的 我当你爱的 所以我只能不回来 我最好的 我就只能够一我 你要够一的